失踪17天的高中女生在海边被发现 准确地说是她的头颅 警方立马在海滩展开地毯式搜查 花了整整一天才找到所有尸块 经过法医鉴定 女生被虐杀致死 肩膀 手肘 手腕 膝盖和脚踝都被力气切开 凶手强行扭断了她所有的关节之后 完成分尸 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经过更深入的检查 发现女生并没有遭到侵犯 说明凶手是一个单纯以虐杀为乐趣的变态 而且很可能是灵魂杀人魔 但这种毫无动机的无差别杀人最难侦破 谨慎的凶手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所以案件迟迟没有新的进展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 警察局长只能向两位组长施压 并承诺到他晋升之后 局长的位置就留给破案的那个组长 于是两人更加积极调查案件 一组组长老李很快找到受害者生前最后见到的人 对方是个牧师 可一看到警察就跑 老李追到他的房间 牧师正要吞掉死者遗留下来的照片 好在老李及时抓捕阻止了他 并且还在他的房间内找到了受害者的内衣 然而在接下来的审讯中 牧师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女孩喜欢他 但被自己拒绝了 老李不可能相信这条荒谬的说辞 加上牧师有猥琐前科 曾被医学院退学 老李更加怀疑他就是凶手 见他不承认 老李使出心理公事 愤怒地提到那个被猥亵的女孩 这件事之后他患上了精神疾病 从十二楼一跃而下 母亲承受不住 失去女儿的痛苦 上吊自杀 父亲刚挨晚期 还落得个孤苦凄凉的境地 老李一通质问指责下来 终于击溃牧师的心理防线 在情绪崩溃的状态下 承认了罪行 然而当老李离开之后 二组组长老刘又连夜审问了牧师 并将他放走 老李接到手下电话得知此事 赶紧火急火燎地往回赶 在警察区门口正好碰上 死者父亲冲上来 给了牧师一螺丝刀 虽然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但老李对老刘的做法愤怒至极 气急败坏地冲进去质问他 为什么要放人 老刘拿出一张快递单 表明内衣确实是死者寄给牧师的 而且牧师因为晕血症退学 根本不可能是分尸杀人魔 有了这些证据 老李只好认灾 本就是死对头的两人 也因为这个案件 矛盾再次升级 就在案件重新回到起点的时候 老李一个刚出狱的女县人找到了他 说自己有凶手的情报 让他上车详谈 随后女县人还非常贴心地 跑去老李车上帮他熄火 两人开车来到一个胡同里 县人说在狱中看到有碎尸案的新闻 于有曾看到过死者出现在一栋老旧公寓里 凶手应该就藏在那 老李刚准备详细问问 面前开过了一辆车 县人立马下车 走到那辆车的前面 连开三墙 瞬间把老李给整蒙了 进而反应过来的县人 趁熄火时偷拿了他的枪 等县人开到高架桥下停车之后 怒不可遏的老李当场暴揍县人 质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原来那个是害他入狱的人 他纯属报复 但用的是老李的枪 老李也难逃其咎 加上县人手上有自己想要的情报 这下老李是骑虎难下 索性帮现任一起毁尸灭气了 殊不知这个决定会给他带来密顶之灾 变态连魂杀手 无端残害花季少女 还将他们活活折磨至死 切开所有关节 强行扭断分尸 简直是残忍至极 可以想象 死者生前遭受了怎样非人的折磨 当警方找到凶手藏匿点时 瞬间被暗室里 触目清新的景象所震惊 只见下水道口 还残留着女孩的指甲 录音机里 全是受害者绝望无助的惨叫 而在抓捕凶手的过程中 警方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一小时前 老李带人在凶手公寓附近蹲守 老刘祖作为辅助 也在楼下严阵一带 然而就在老李准备抓捕的时候 一个可疑人员突然闯入 试图阻止他们 甚至和老李扭打起来 对方是缉毒队的 这栋公寓里鱼龙混杂 藏着一伙毒贩 他们在这里蹲守了三个月 今天就是收网的日子 绝不允许其他人来打扰 因为对方比老李职位高 无奈老李只好下令 让特警队撤退 谁知立功心切的老刘不顾命令 直接带人冲了上去 结果被不法分子围堵 两方发生了泄斗 好在特警队及时赶回了支援 才稳住了居民 老李老刘突出重围 来到了凶手家的门口 破门而入后 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坐在里面 他丝毫不慌 甚至主动伸出手 接受逮捕 然而就在警察过去 靠手的时候 男人突然发狂 和警察扭打了起来 混乱中 他抓住其中一个警察 向窗户外冲过去 直接摔下楼 和警察同归于尽 之后 警方找到屋内的暗室 里面全是血迹斑斑的残酷刑具 无不彰显着杀人魔的穷凶极恶 老刘老李 逮捕凶手有功 还缴获了12公斤的毒品 同时 警方牺牲了三名警察 所以功过相抵 局长也就没有追究老刘 擅自行动的责任 但是他晋升局长也无望了 本以为局长位置非老李没数 但线人杀人的事 被老李查出 经过弹痕对比 发现是警用强 相信很快 就会排查到老李的身上 为了摆脱嫌疑 老李潜入政务室 偷走了证据子弹 并跑进深山 朝一头路 连开三枪 事后 抠出了子弹 想趁法医不在 将证据调换 但他过于紧张 竟把子弹弄掉了 不得不开灯寻找 又不小心 把两种子弹混在了一起 老李一时分不清 只能仔细对比弹痕区分开来 与此同时 法医正在赶来 其实他也是老李的妻子 好在最后一刻 老李完成了调换 可惜摆密一说 老李还是遗漏掉了地上的一刻 此时妻子告诉他 凶手手臂有严重的烧伤痕迹 不可能用手术刀精密的切割尸体 也就是说 凶手另有其人 妻子推测 真凶应该是他的父亲 父子俩一起住 儿子为了包庇父亲选择跳楼 把嫌疑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然而 老李此时并没有心思听这些 只顾着担心子弹被发现 更糟的是 老刘也来到了解剖室 说自己查到了 现任杀人的线索 老李听闻更紧张了 如果被发现 警察职位不保啊 晋升局长的事情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时妻子看到地上的子弹 再瞧瞧老李紧张不安的神色 瞬间猜到了什么 于是上前一步 悄悄踩住子弹帮忙隐瞒 老李这才分出心思 和老刘周旋 可惜终究只包不住户 之后老刘还是查到了老李的头上 女人当着警察的面杀人 警察却帮他毁尸灭迹 指引女人手上 有另一个案件的重要情报 警察通过这个情报成功破案 不久前却被告知 凶手另有欺人 不仅如此 帮献人抛尸的事 也给了带来诸多麻烦 献人直接去警局找他 老李瞬间慌了 赶紧悄悄离开办公室 拉着献人来到一个无人小巷 震怒的他 把献人暴揍了一顿 质问对方 为什么一直在找麻烦 献人解释 原来毒贩老大找到他 得知他是老李的献人之后 想让老李把毒品还回来 否则就要了献人的命 他只好跑来求老李 并用配枪杀人的事威胁他 晚上老李驱车来到约定地点 可当献人打开提包的时候 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毒品 老李闪现一把放倒他 原来他为了保住职位 已经动了杀心 最后一枪打死献人灭口 老李在破案过程中 彻底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他很疑惑 为什么毒贩老大会知道 女人是他的献人 为了调查老李 将矛头对准另一个 和毒贩走很近的献人 在他的施压之下 献人交代了这一切 原来这是老刘为了 扳倒他而设的局 根本就没有老大 想要回毒品的事 得知真相的老李 瞬间对老刘那是恨之入骨 但眼下更重要的事情 还是找到真凶 殊不知 真凶早已潜入了他家 对法医妻子下手 妻子失踪 让老李方寸大乱 好在调取周围的监控之后 成功的找到了真凶 果然就是那个 跳楼男人的父亲 根据线索 老李找到真凶老巢 就在他疯狂寻找证据的时候 老汉出现在身后 不过下一秒 就被老李踹飞 老李将他暴打了一顿 依然觉得不解恨 然而混乱中 老李不幸中招 被凶手扎了一阵 里面是肌肉松弛剂 没过多久 老李就全身瘫痪无力 动弹不得 但他绝不放弃 强撑起身体 寻着血迹 追捕真凶 虽然顺利找到凶手 但老李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 神志逐渐模糊不清 与此同时 老刘也驱车赶到了那里 一声枪响惊动了他 寻着声音 赶紧跑了上去 在昏暗的仓库里 老李还在和凶手周旋 但体力不支的他 只能跪在地上 丧心病狂的凶手 打开收音机 里面竟传来 妻子被残害的声音 听着他淒厉无助的惨叫 老李是痛心疾首 发出了一阵绝望的哀号 凶手表示 这是为了给儿子复仇 老李心如刀脚 凭借强大的恨意 站了起来 当老刘赶到天台的时候 老李正对着凶手开了一枪 凶手当场毙命 下一秒 老李转身把枪口对准老刘 要不是老刘射下的圈套 也不会造成 今天这种难以收场的局面 但枪里早已不胜子弹 接着老李整个人倒了下去 在药物的作用下牺牲了 最后老刘顺利的当上了局长 老李的手下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说如果老李当时抢救及时的话 或许还能火 言外之意 就是老刘见死不救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野兽 通过两个警察致死方休的权力斗争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人性之恶 是一部很不错的动作犯罪片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